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疫情籠罩全球的時期 有數以萬計的人被迫呆在動彈不得 且不得出門的狀態 我想先跟各位說聲 真的辛苦了 雖然我未曾經歷隔離 但是以身邊親友的經驗 都訴說著身心俱疲且激療難耐 甚至面對身行手中 於是在今天的影片中 為了靈器材又是超級初學者的各位 我要再度的講解 八大最基本 但是非常有效的健身動作 並為各位規劃完整可依循的 全身性菜單 在隔離的每一天 花15到20分鐘的時間 不僅可以幫助你排解憂鬱情緒 也可以養成肌力訓練的重要基礎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開始今天的訓練 那整套運動呢 韓瓜全身的肌肉群 包含三大部分 下半身 上半身 以及核心肌群 好 第一個動作呢 是堪稱是我們 下肢之王的深蹲 是要發展我們下肢激勵 以及想要獲得 俏訓的女性 要多多加強的一個動作喔 那我到這動作很基本 但是我還是手把手的 在教大家一些動作的細節 那一開始啊 我們的戰具 大約可以抓比肩膀略寬一點點 然後我們的腳尖稍微的外旋 大概15到30度角 好 那一開始呢 我們雙手可以先輕鬆的核實 然後挺胸 視線看前 這時候啊 我們的核心收緊 緩慢的下降 想像你的屁股後方 有一張椅子 對 然後在底部的時候 感覺到我們的大腿 以地面是平行的狀態 然後接著我們起來吐氣 那我們呼吸的節奏啊 是下來的時候 椅子吸 起來的時候 嘴巴吐 如果你想要再更刺激到 我們臀肌的話 會建議你下降的幅度 還要再低一些些 也就是在底部的時候 你會更感覺到臀部的刺激 停留個1到2秒 接著起來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掌握好這個動作的話 我們就來做個10到15下 挑戰一下底部 保持你的呼吸節奏 起來吐氣 下去鼻子吸 如果身為新手的你 可能做到10到20下 就會覺得大腿前側開始酸 是非常正常的 好 我們再5下 5 4 3 2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 對你來說太簡單了 那告訴你們一個叫 挑戰度比較高的動作 叫做深蹲跳 那一樣我們下降的時候 在這邊 那起來的時候 運用你的爆發力 以及全身的力量 跳起 所以這個動作會更加的增加你的心率 會覺得有一種 大腿跟全身都在燃燒的感覺 挑戰一下 總共目標10到15下 我們下降的時候 記得輕輕的落地 不要給下面的鄰居造成困擾 好 再3個 3 2 1 好 那如果你覺得深蹲對你來說實在是太小case了 妹 第二個動作要教的是保加利亞 奔腿蹲 那首先呢 你要先找一個飯店的沙發椅啊 或者是偏硬的床都可以 偏軟就不太適合 因為這個動作非常仰賴我們的平衡 所以一開始 你要先找到一個合適的佔據 因為我們的後腳呢 腳背要四肢放在我們的沙發椅上面 那我們下降的時候 我們的重心 是保持在我們的核心軀幹 所以啊 如果你佔據太窄的話 你很有可能我們的重心會往前 所以這時候會建議拉大影的步伐 所以我們下降的時候 可以完整的刺激到 不論是我們的大腿前側的臀肌 以及大腿後側的部分 那要注意我們下降的時候 膝蓋要保持穩定 不要歪來歪去的 我們膝蓋跟腳尖都朝前 下降的時候 多多的刺激到我們的臀肌 用我們的臀腿來發力 帶齊 那這個動作我覺得還蠻考驗平衡的 所以啊 你會感覺到不穩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要多運用到你的核心 以及整體的軀幹來穩住之後 再穩定的下降 好那如果你覺得保佳麗對你來說實在是太過殘忍的話 給初學者的降階動作 我們先不要用沙發椅 OK 我讓你先扶著牆 找到我們的單腿平衡 對 所以一樣我們一腳前一腳後 拉大我們的佔據 稍稍的骨牆 你可以更讓你的軀幹是保持平衡的狀態 然後另外一隻手你可以插腰 如果你不知道放哪的話 慢慢的下降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去減少了不穩定的這個特性 那我覺得這個動作呢 也很適合長輩可以在家裡訓練 對 所以一樣我們慢慢的下降 感覺到我們的大小腿 大約成90度角 如果你的後腳想要微微的點地是可以的 刺激到我們的臀部 起來吐氣 下去的時候肚子收 那甚至啊如果你已經掌握這個動作 試者先不要浮牆 看似要插腰 或者是輕鬆的脂肪在胸前 去練習你的單腳的訓練 好那接下來這個動作 我覺得也是對新手超級友好 而且CP值很高的下肢動作 也就是我們的靠牆蹲 首先找到一面牆 應該大家家裡或飯店都會有牆吧 好 那我們的兩腳的距離呢 大約也是像深蹲一樣的距離 那我們就停留在這邊 所以我們是運用下肢的力氣 來穩住我們的上半身 在停留的時候 你會覺得大腿前側有一種 在燃燒的感覺 不要懷疑這是正確的 那我們就繼續停留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的目標可以是25秒 如果你是進階的朋友的話 我認為你可以做到40秒到1分鐘喔 那這個動作主要是大腿前側 然後還有部分的臀肌 進階的動作呢 請拿飯店或家裡的枕頭 我們直接做枕頭前舉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運用到的 不只是我們的下肢 還有我們的前三角 就是我們的肩膀前側 一開始10 20秒 你會覺得那什麼小case 超過30秒就知道了 下肢的部分結束啦 那接下來這個動作呢 我覺得是 鍛鍊我們的上身非常優秀的 複合式的動作叫做伏地挺身 好 新手不要害怕 那現在我要教學的是 比較初階的上斜的伏地挺身 那這個上斜的伏地挺身呢 它不僅可以斷在到我們的胸大肌 還有我們的肩膀前側 以及核心肌群的部分 那一開始我們的兩手的距離 大約也是比肩寬再寬一些些 然後我們的手肘可以向外 大約45度腳 當你覺得你的核心都很strong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直陷的下來 接著吐氣 所以這個動作啊 斷練到我們強壯的上肢 以及我們的胸打肌 下去的時候穩定慢 推起的時候吐氣 那要注意啊 因為有些人就是會做著歪歪斜斜的 要嘛就是屁股抬得太高 要嘛就是核心美麗就會變成這樣 對 所以核心軀幹保持穩定 非常的重要 大部分人犯的錯誤就是第一個手肘外開 然後還有很多人會聳肩 或者是肚子沒力 這樣子軟掉 所以一開始你真的下不去的話 你可以只下到一半 不用要求要完整的下去 對 先下到一半 感覺到正確的發力之後 我們再繼續組 一組可以先目標五下 然後當你掌握好之後 就可以朝十到十五下的目標去邁進 好那這個上斜伏地挺身對來說太簡單的話 你也可以做櫃姿的 櫃姿也是一個出階的一個選擇 就是如果你的飯店的空間是允許的話 就是把你的膝蓋碰到地板上 一樣讓身體一直線的下去 在更進階的話 膝蓋不落地 直接做一般的伏地挺身 那有更進階的嗎 有 下斜伏地挺身 這證明徒手也是可以 非常的累人 好那很多人會在意手臂後面這塊肉 掰掰肉 那這塊肉呢 也就是我們的三頭肌 那它是位在我們的手臂後方 會滿決定我們的手臂的整體線條 那我覺得最棒的鍛鍊 三頭肌的優秀動作 就是三頭成體 徒手就可以完成 只要找到一個也是燒硬的這個沙發椅 然後背對著椅子 然後我們的兩手呢 先浮在這個椅子的圓處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兩腳 你可以是伸直的腳 或者是彎曲的腳 那伸直的話難度會比較高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視線看前下巴收 然後慢慢地下降 我們的手肘朝向後方 讓你的身體垂直穩定地下降 那這時候你會刺激到部分的胸大肌 還有手臂的後側 將你的身體給撐起 那如果你覺得腳伸直的太難的話 你可以把腳微微地後收 讓你的膝蓋是彎曲的狀態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一些 好所以很多人可能會犯了錯 要嘛就是手肘太過的外開 或者就是肚子往前伸 所以不要有這樣的動作 核心收一點 直接垂直的往下 手肘往後 好 那在核心這部分啊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腹部 變得更加的平坦 核心軀幹 再更加的強化 更強壯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多做平板的動作 那軸承就是一般我們說的棒式 所以我們的手肘承在地面 要注意我們的肩膀 跟地面是成垂直的狀態 所以不要有前移或太厚的一個狀況發生 然後我們的腰部不要下沉 意味著你的核心要保持出力 然後屁股也不要刻意地抬高 將屁股下壓 所以從側面看 會非常像一個平平的桌子一樣 好 我們撐在這邊喔 初學者的話挑戰自己 可以做到二三十秒 進階者的話 做到一分鐘算你厲害囉 那如果你覺得肘撐就是對你來說 手肘會比較不舒服的話 也可以做手撐的 就是也是一樣停在這邊 好 那接下來教大家做一些變化型動作 第一個動作 蜘蛛平板 讓你的腳靠近同邊的手肘 第二個 平板點地 讓你的腳輪流的伸出 再踏回 第三個 平板碰肩 輪流去碰對邊的肩膀 但是我們的骨盆不要翻起 所以肚子一樣保持穩定 不要因為手腳的變化 而亂了步調 接下來平板抬手 往前的一抬 讓你的側腹有一點延伸的感覺 接著回來 接下來這個動作登山式 為什麼叫登山式呢 因為它是一個模擬爬山 而且可以鍛鍊到我們全身性很棒的增加心肺 也可以鍛鍊到我們上肢肌力的有氧運動喔 兩手沉底 然後我們的腳輪流的向腹部靠近 好 那一開始你覺得太困難的話 先一腳一腳慢慢來 靠近回來 靠近回來 掌握好之後 兩腳快速 快速的往胸靠近 然後過程中啊 要注意你不要太大幅度的晃動 或者是跑掉 所以肚子一樣收緊 上肢保持有力 想像自己在爬山一樣 這個動作 每天可以堅持做個30秒 我累了 可以嗎 可以啦 那雖然很多人說不要在床上做運動 欸 我不是只那種運動啊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動作 我覺得還蠻適合在床上做 等一下大家先不要想玩 這個動作呢叫做抬腿 那當然你的床呢 如果非常的軟可能也不太適合 那一開始呢先呈現握躺 然後我們的背部 要確保先緊貼著床面 怎麼這樣緊貼著床面 就是你的手 是沒有辦法穿過你的背部的 OK 我們確保 我們的核心 都是出力的狀態 接著我們的兩腿呢 慢慢的下降 下降到快要靠近床面的時候 抬起 OK 所以你在下降 尤其到快接近底部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邊緊緊的 千萬不要有一個樓空的感覺 所以肚子要下壓 然後上抬的時候 可以吐氣休息一下 再往返這個動作 那初學者的話 如果你覺得完整的到底部 會有一點太累的話 你可以兩腳再微微的彎曲一些 然後下降的幅度 可以到一半的距離 就抬高 這個是比較適合初學者的降階動作 好 那再進階一點的話 你可以停留在底部 做兩腳的輪流踢腿 所以一樣確保我們的核心是出力 背部緊貼著床面 運動完的感覺很舒爽 沒有器材 也可以讓全身的肌肉非常的酸爽 那我建議大家在做運動的時候 可以關掉任何的雜訊 關掉新聞 關掉電視 然後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 把這個時間留給自己 專注在自己的成長 還有肌肉的發力上面 每一天花個15到20分鐘 去做完這整套訓練 我相信每次做完 你都會覺得自己又進步了一些 那如果你還需要更多 比較進階啊 或者是比較多花樣的居家訓練 也可以在我的YouTube搜尋 我的播放清單 有更多的有趣的居家訓練 讓大家可以選擇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